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悠儿AI技术学堂 之前给大家讲过我们可以给一张图片让AI给我们生成一个视频 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前不久棍第二代已经出来了 相当的牛逼大家看一下 一个高清一个大片的一个感觉 它就是一张镜子的图片 它就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你看这个人就是一个 这边有一个人 它是正常是在这里一个图像 但是这边这个人它动起来了 这就是一个对比 这边也是你看一个镜子的一个船 这边这个船它游起来了 简直真的是太神奇了 AI这个功能之强大呀 今天小悠儿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棍如何来生成视频 首先我们还没有下载这个棍第二代的朋友们 可以直接去我们的谷歌 同样来到我们的谷歌搜索棍2 这里就跳出来了 这第一个它的一个主页一个链接 我们可以直接点进来 看一下真的是 看一下这个背景都非常的厉害 我们进来了主页之后 首先我们要登录一个我们的一个谷歌账号 或者我们的一个email把它登录进去 我们就可以免费试用了 我们先点进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首先要用我们的email 先登录一下 登录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试用 它里面的功能之强大 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功能都有这里 生成视频 编辑音频和字幕图像 生成图片 编辑图像这些很多很多这边这些功能 我们主要今天还是给大家分享怎么样用一句话 生成一个视频或者用一张图片 生成一个视频 给大家见证一下奇迹 我们点击这里文本转视频 来到这里首先我们能看到 在这个地方它有每个朋友 刚刚申请刚刚用的时候 它是有一百零几秒 这个是秒一百零几秒 而小鱼今天因为已经做了一些视频 现在还有57秒可以试用 再来看我们中间的这个板块 中间首先第一个就是图文生成视频 你就可以了给它一个描述词 它就可以给你生成一个视频 第二个是用我们的一个图片 图片生成一个视频 第三个呢是一个图片加描述 生成一个视频 这下面呢是一些调整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 给它强度可以给它加大一点 还有这边一个摄像机运动 这里也是可以调整的 向上向下向左向右旋转 放大或者缩小 这些功能这里都有可以调整的 我们首先呢先试一下这个文本生成视频吧 我这边想试一下中文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在大街上跑 这里可以看一下我们生成这样一个视频 它需要四秒 这个真的用一秒少一秒 我还是很想试一下 看看效果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它说你的视频已排队 大概需要一分钟 我这边英文中文的好了之后 我还是再来换成英文的吧 我们可以找翻译软件把它翻译一下 一个小女孩在大街上跑旁边还有很多车和行人 我这边直接粘贴进来生成视频 看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用中文来试一下 我看一下这边已经生成好了 看样子不是很尽人意啊 我说的是小女孩在大街上跑 但是这个小女孩她没跑起来 可能这个中文的话 她还是理解不到这个意思啊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英文生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做出来是蛮快的啊 确实是啊 小女孩是出来了 这个AI啊 这个棍还是非常的牛逼了啊 真的 她都能够把你想到的 她都能大致的给你描述出来了 我再把第二个也给她加进去啊 上传一张图片 这里能看到我们的描述正在减少 我的图片已经进来了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第二个用英文生成的一个描述词啊 很明显 棍已经理解到了 一个小女孩在大街上跑 两边还有很多车 我们看一下 不错不错 已经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啊 一个小女孩在大街上跑 真的两边还有很多的车 真的太厉害了 好我们来第二个图片生成视频 我刚才上传一个 好我们把我的图片已经放进来了 来我们看一下一张图片放进去 它会是什么样的 你的视频正在生成 我再把下一个也给它弄进去啊 把这个图片加描述啊 我这边上传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呢是一艘船 那我这边加的描述词就是 让这个船移动起来 并且激起浪花 把它粘贴到这里 这边摄像机运动模式的话 我就把它关掉 速度可以稍微快一点 确认我这边生成 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女啊 她只是我刚才点了一下向上移动 她就在向上移动了 我现在很期待这艘船会是什么样的 这艘船的话 在这里面我没有 我就刚才调了一下这个速度啊 其他的没有调 所以我们看一下啊 上面这些运动模式的话 大家调的时候要注意啊 小鱼也踩过一些坑了 把很多图片都拉变形了 有的缩小放大 最后图片都变形了 其实我们如果说有给了描述词 这些可以不用动它 直接去生成就可以了 这是我自己用过之后的一个小小的经验啊 好了这个船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还不错哦 船在动浪花也在动 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视频还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在上面再加4秒啊 可以再生成4秒啊 这里本身只有4秒 我们让它生成8秒 这边点确认 那么第二个8秒的视频又开始生成了 这个图片加描述词还挺好用的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试过之后呢 小鱼就发现 这个文本生成4品 还可以啊 大家看到第二个 我这效果非常的不错 跟我想象的是一模一样的 还有就是第二 第三个图片加描述的效果 也还是不错的 看一下 它能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小鱼个人认为呢 最不理想的就是这个图像了啊 我感觉我做过的 出来的它都变形了 不知道你们去试过之后会是怎么样的 如果说我们想要把你的一些图片来做成一个视频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Gwen二代来试一下 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马上这个8秒的视频就生成好了 那我这边的话想再换一个试一下啊 我还是想用这个美女来试一下 换一个美女吧 我用图片加描述 我就让这个美女它正常它是在笑的 好我就让它停止微笑 我想看一下会是什么样的 这个可以不要那么高 这边就不用动它 来我们深层看一下 图片加描述真的挺不错的 如果我们在做视频的小伙伴们 这个工具真的非常不错 一定可以帮到你 这个8秒的视频已经生成好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的不错 如果说你还想再延长4秒 还可以再延长 它这里写了每一个视频最多延续三代 你就可以延长三次 最长可以生成12秒 还有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提示词挺好 这里有显示提示词 那么我们可以把你的一个提示词 可以把它保存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女啊 我发现了她是没有理解到我的意思嘛 我是让这个美女停止微笑 但是没想到这个美女笑得更甜呢 但是这个效果也不错啊 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 这个美女的嘴巴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 她已经从微笑变成了笑得很开心了 这个效果也不错啊 我在描述的时候 我可能我的描述稍微出了一点问题 一张图片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 真的是相当的厉害了 我要把这个给它保存下来 大家在保存的时候要看到 这里有一个下载啊 有个箭头符号点击下载 有点有点遗憾 刚才小爷儿突然这边有点断网了 回不到刚才的页面了 就是我刚才呢 已经给大家演示了这么多 相信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你们也学到了一些啊 这个工具真的对于我们新手朋友 也是非常的友好啊 直接给一个描述词 或者直接给一张图片 就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小视频 而且这个视频的话长达十几秒 我们可以用于任何你想用到的一些短视频里面去 同样呢小鱼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我们还可以到我们的开挖里面去找到这款软件 它呢 同样 在开挖里面它也能生成图片 我这边打开开挖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你的手机或者电脑上还没有开挖这款软件的话 你可以考虑下载一个啊 这款软件是非常不错的 它这里有一个视频 我们点进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左边这一排 这里有一个应用啊 点进来 这里有很多人工智能都在这个里面 我们找到第一个受欢迎的 就这一个 它呢就是我们的Google第二代 你看第一个图片描述你想要的图像 我们将为你生成它 就是你想要生成一张图片 我这边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啊 一只栩栩如生的卡通猫 我这边就让它帮我生成一只栩栩如生的卡通猫 来把描述输入到这个里面 我们点击生成图像 这里风格可以选啊 我选一个比较卡通的一点 梦幻一点的也可以 看一下这个梦幻一点的 你要的比例这里是可以选的啊 16比9 这个应该是长16比9的生成图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里生成出来是四张 在这个位置啊 已经在开始转动了 一只金色的猫出现了 非常的强大 真的 就一个描述词 我们的图片生成出来了 因为我用的是这个风格 梦幻般的 你看五彩斑斓的 它跳出来的猫也是五彩斑斓的 如果说你不满意 那你可以换风格 再次生成 在这里大家能看到 应该我们是有五十来个的 免费的一个学分啊 生成一次 它就会用掉一个 我这边就是文字转图片 我再点一下视频 视频 我们用根据我们的一个描述 描述一个场景 生成奇妙的视频 找一个音乐和旋转木马 来看一下 中文的 我们来生成 这个是文字转视频 看一下 它会是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现在做短视频的话 用的最多的就是视频 那么我们的视频从哪里来了 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描述 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视频 你就用你的描述来生成视频 这对我们的新手朋友是非常友好的 你的视频比图片更有看点 我再回到这边的图片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大的一个框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拖过来 把它放到里面 你可以把它放大 放到一个你想要的一个位置 看一下 可以把它填满 你可以点击这上面有一个保存 下载 如果觉得这个不好 可以删除 同时呢 你还可以拖两张图片进来 刚才拖了很多张进来了 可能电脑反应有点慢 你可以拖很多张进来 就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我们的图片 不单单就是这样一张图片 我们可以把它组合成一张图片 都可以 这边就简单的演示一下 再看一下我们的视频 已经生成好了 有旋转木马 我看一下我刚才描述词是什么 找一下 音乐盒被唤醒旋转木马 所以美妙旋律起舞 再看一下 好像是耶 中间是个音乐盒吗 旋转木马 不错不错不错 它这里是没法保存的 我们是要把它拖到这边来 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还是相当的厉害 相当的牛啊 旋转木马有了 AI真的很强大 如果说你很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点在上面的一个下载这里 我们就选这个 选这个直接点下载就OK了 这个视频的话 那就是属于我们的了 生成视频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朋友们 一个是我们的开瓦 开瓦其实这个里面的这个 它就是我们的棍二代 大家能看到啊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头像 再看一下 开瓦里面的这个头像 它其实就是 这个棍的话 它是跟开瓦有合作的啊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开瓦里面来 就能直接生成视频 同时你也可以在这个 工人里面去生成你的视频 正在做视频的小伙伴们 这个工具一定要学会用哦 那么今天呢 小鱼呢 就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给小鱼留言 我们共同学习进步 喜欢小鱼的记得一定要订阅 关注小鱼的频道 以后我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